在台湾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近期深陷政治现金申报的争议 而他的妻子陈佩琪也自曝 任公务员期间以儿子的名义 开设人头公司 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现在有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就质疑陈佩琪是否设席兼职 也喊话这台北市政府应该要介入调查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政治现金争议连环报 妻子陈佩琪先前自曝 担任公务员期间 以儿子名义准备开设咖啡厅 对此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延凤就质疑 陈佩琪具备公务员身份 开设人头公司是否涉及兼职 甚至有没有诈领任职医院的医师 不开业奖金 同时认为更应该把相关文件 移送检调监察院与政风单位 并主动彻查相关的公司行号设立 有没有违反规定 他更点明陈佩琪任职的医院 毕竟陈佩琪9月就要退休了 就派医院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对此台北市联谊表示 整起事件尚待厘清 但会请陈佩琪提供相关说明 如果有违法兼职 会依公务员兼职规范进行办理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